这就是要罚你 把你受委屈也不说 把你冒险试药也不向朕求情 时时瞒着朕 处处防备着朕 迟迟把朕当作外人 没什么不说话 你是哑巴吗 贵妃被打冷宫得了失与症 皇上还一心认为对方在跟自己赌气 原来就在不久前 贵妃为救昔日姐妹不惜当众顶撞皇上 但任凭她怎么努力 都无法改变皇上的决定 只因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因子平坐的膳事 导致皇后生了病 此刻因子平以为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 拼尽全力向贵妃告了别 皇后看着这一幕忍不住的动摇 当即贵地请皇上收回成命 当时人都发了话 皇上顺波下驴饶恕了因子平 可当贵妃回到寝宫时 却收到了皇上的一道圣旨 请贵妃娘娘留在永宁宫 竟私几步 陛下将我们娘娘禁足 为什么 陛下说了 娘娘您哪错了 要自个琢磨 琢磨明白了 转个弯了 您就可以出去了 话音未落 贵妃绝望地走进了房间 却依旧不肯向皇上低头 由于她小时候曾被吉姆囚禁 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心灵阴灵 导致贵妃在半夜突然惊醒 想张口说话嘴巴却发不出声响 这才发觉自己得了失欲症 倔强的贵妃没有告诉任何人 整日只是坐在屋中发呆 因子平得知此事后 发誓要让贵妃开怀 世上就没有美食融化不了的心 随后因子平精心做了很多美食 端到了贵妃的面前 细心制作的食材 果然让她心情舒展 见贵妃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只埋头干饭 因子平便戴上了狗头帽逗她 你这都不看一眼啊 我为了做这顶帽子 我十个手指头全都扎烂了 见贵妃笑而不语 因子平使劲浑身解数也没有任何办法 时间一晃过了三个月 皇上终于忍不住了 他不明白贵妃开口服个软筋这么难 正等你一句话 等了足足三个月 纵使写认罪书也该写完了 看到贵妃依然无动于衷 皇上气得抬脚离开 这边因子平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看出了贵妃的不对劲 为了将信息传递到皇上的面前 他故意将一盘还没开口的棒壳 送到了皇上的桌子上 看到太监怎么翘都翘不开 皇上瞬间想到了贵妃 饭都不吃直接冲出了宫门 得到了证实 皇上满心的愧疚 而经过太医的诊断 称确实是心病 皇上猜测定和贵妃小时候被拘禁有关 再次遭到禁足才会施舍 误会解开两人终于重修于好 当英子平得知此事后 他在一旁大开 好朋友受了这么多委屈自己 禁不知其贵妃见状将人扶起 用字表达让他不要伤心 见好友哭的死去活来 贵妃尝试着开口 竟然能够发出了一点点声音 这可高兴坏了英子平 一时间又哭又笑 经过了诗语 贵妃变得更加的坚韧 她知道曾经那个姚子精已经走出去了 现在只是随性的自己